三、四、之是第三節 看來今天也要到第四節了 卓飛是不是 絕對是 到現在才會進一集 現在還沒進正題 還有這麼多集 我問一些剛才我搞笑地問的問題 建基於卓飛說 你在香港的時候開始被人監聽監視 其實會不會就是你訂了哪間酒店 已經知道了 甚至乎你租的那輛車 都是有人去下了一些竊聽的工具 甚至乎找了一組 是懂得聽廣東話的人去全程跟蹤 車有沒有裝偷聽器我又不知道 反正我們在車內都沒有什麼話說 來去都是聊聊小話 人家不知道 人家以為你在車內可以唱所欲言 沒有那些東西 因為我們太多人了 我們要幾輛車去 但是酒店裡面 我覺得是有的 因為我們之後有一站 去到阿利桑拿州 有一站是直接被人跟蹤 但是說回 有趣的是去到吃漢堡包這間餐廳的時候 Rachel那間 Rachel那間地方 我不肯定 我只是這樣說 但是如果真是那位粉絲 真是粉絲 那我要道歉 不要介意 因為你知道這些做節目多的人 大家都是要不這樣說 有時候會想多了 因為有一位去到吃漢堡包的時候 突然有一位中國人 他和他太太 兩個都迎面走過來 卓飛 他只是走過來看著我笑 我就說不是我們的隊員 但是你很怪 因為你去到那個地方 全部都是外國人 突然有兩個中國人 但是又不是你認識的面孔 我就已經有點懷疑 然後他就跟我說 他們兩位 就是在三橫市的粉絲 他就特意開車下來 去見我 然後就問我 介不介意 因為在這裡再要開車 要去Area 51 都要一個小時左右 所以他說 你介不介意 我們跟你們的車隊 一起進去Area 51的閘口 我當然是不介意 變成跟在一起 可能真的是粉絲 我不知道 未必一定是 A展 特務 我想未必是 Anyway 我當是 MJ23在美國有聽眾聽嗎 有 有 台上簡單 Bag Boys Come 有 我可以解決問 如果是粉絲 我真的非常感謝 然後一進去裡面 其實在途中 駕車的司機已經說 其實山上高的東西 已經在監視我們 是甚麼東西 是山上高 因為那時候是很大的煙霞 所以我看到有一顆建築物 在山上高 但是很遠 你的車駕駛到那個位置 你駕駛到山腳 你看到你駕駛到四個小時左右 才駕駛到山腳 因為太遠了 然後他們說在那裡已經監視我們 所以他們已經派出了車 我們去到A Area 51 就真的好像傳聞中 真的有一架 白色的福特汽車 的Pick Up Truck 是直接停在山上 是在看著我們 那麼 我就有趣 因為我臨起程之前 我要買一個太陽眼鏡 我買了一個有淚光的功能 的太陽眼鏡 我戴著太陽眼鏡 就看到車裡面是有動動的 因為他會把所有反光隔開 但是其他人看不到 所以有些人就說 其實那輛車是不是假的 就是Dummy擺在那裡 就是長期擺在那裡 就是做樣子 不是 我看到它裡面移動的 裡面有人的 是有人的 但是我不明白 如果你見到那麼近 為什麼不走過去 不是 因為他在一個集合裡面 那我就正想問這個問題 有沒有一個衝動想衝進去 我沒有 因為我 你衝進去 我擔保我一定來找你 我深信如果真的衝進去的話 我們不知道整件事發生了什麼 事前他已經公開了 是的 知道 其實我是有想過 會不會有人真的衝進去呢 而事後有一位女隊員 是跟我說 其實他真的有衝動衝進去的 但是其實如果大家有興趣上去 網上也看 在YouTube是不斷有人真的衝進去 衝擊他 但是那些是美國公民來的 所以他未必死得的 就作為一個香港人 這樣衝進去 我真的不知道會不會 你也不會死的消失 三十多發這樣招呼我 我不知道 因為裡面我是看到 因為我還要拿一個長鏡 我會移動到那部機器的車裡面 是明顯看到他裡面是有槍的 是有槍的 我看到有槍管 起碼裡面有一個是戴帽 另外一個是另外一個人 裡面是有動動的 那個不是dummy車 然後當我們 他們很盡責 因為我們本來在這個位置 那裡走來走去 然後走去另一個位置 你看到那輛車是駛了下來的 因為我們越走越近 越走越近 越來越多車 到本來兩輛車 到了 突然間有三輛 然後加上三藩市的粉絲 又來了 四輛 停在那裡 他們的車就越洗越下 洗到差不多他一扔油 就下車了 就已經到我們的位置 停下來 即是他可能真的怕我們去衝襲 是 沒有兩個牌 但是又沒有東西攔著 所以其實你要走進去 你真的走進去就能走進去 只不過大家都不敢這樣做 因為之後的旅程 還有很多其他安排 第一站被人拘捕了 沒有東西看 拘捕了就說我會來救你 你先相信 等你貴丘才來 但是這一部分 我想不要這麼快 因為大家最有興趣 十分濃厚 看到什麼 看到什麼 我們看 就真的看到一個沙漠 什麼都看不到 因為尤其 現在 好像幾圖說的 已經搬走了 就算現在晚上去也沒有東西看 以前晚上去 還說十幾二十年前 晚上去也會看到有是非 或者真的看到一些怪的光的物件 飛來飛去 但是現在已經搬走了 其實是沒有東西看的 連那個店 即那個漢堡包店那個女人 Pat 即那個主人 那個老闆娘 叫Pat 他都說現在是沒有東西看的 因為已經搬走了 他也覺得很悶 不是的 其實也有很多人去的 很多人去看 因為我們去吃漢堡包的時候 其實有另外一團 是美國當地的UFO研究團 剛剛去完Area 51 回來做分享會 他們就在那裡吃東西 所以我們都接觸到一些這樣的人 我想其實現在那個處境 實際上是聲東激勢 因為大家都浪費了精力 已經荒廢了我心裡 沒錯 他就搬走了去其他地方 真正堅野 在哪裡呢 大家繼續努力 其實大家都說 這個51區已經很早變成名聖 如果你真的要去找的 聽聞的就是東岸那個氣象山 那裡可能會有料到的 不過也是一個傳聞 傳聞 好 接著下一站 接著去完這裡 接著我們已經是回酒店休息 第二站已經是出發去蔡東南 英文叫做Sedona 就已經是開車去阿里桑拿州 阿里桑拿州 再進一點的地方 其實只是隔壁而已 在再進一點的地方 Sedona的位置 大約阿里桑拿州 你記得嗎? 你記得嗎? 是不行 阿里桑拿州 阿里桑拿州 其實Sedona就在比較高的位置 即是向北 那中間的旅程 因為駕車的旅程 就有趣了 因為我們要上山 要去到海拔六千多 再下去二千多 因為我們要駕車上山 因為我們 隊員就預訂了一輛巴士 我和Jig就是兩個坐著私家車 因為我們都要駕車 我們就早一點想去到當地 早點安排 那為什麼要去那裡呢? 因為我們就要去那裡 去一個叫Bell Rock 或者一個 去一個山 那些山是紅色的 我們去感覺一些叫做Vortex 即是他們叫做Innovation 那些能量漩渦 那些能量漩渦 那樣的東西 還有去那裡的目的 就是要住進一間叫 Achantment Resort 的一間酒店 沿著那山起 但是那間酒店的 傳聞的地下 就是一個秘密基地 這個也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我坐著Jig的車 就一直在衝進去 在中間的旅程中 我在天空那裡見到一些東西 那見到什麼呢? 就見到 因為經常在拉斯維加斯 都會見到一些飛機 那些飛機飛呢 有條尾的那些 就是Contrail Camp Trail那些 但是在很遠的一個位置 我見到就是 有一顆飛過 突然間是有一件 白色的東西 從上方飛了出來 繞了一圈 然後飛回去 就沒有了 在天空 沒有暈的 當時是很好天 沒有暈的 還要是十點多的時間 那我坐在車上 其實我已經醒目了 我已經擺定了相機 我已經是著了相機 隨時準備好 有東西要拍的那一隻 那誰知道 所以我一看到這些東西出來 我已經看著它 我已經看著它 我看著它 這頭說完那句話 一舉一把飛機 已經是沒有了 即是連拍的時間都沒有 我想出現一秒鐘 兩秒鐘就見到 這個是我見到 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我見到 為什麼呢? 是因為當我去到 聖東南一下車 他們的巴士一到 原來整個車裡面 有十八個人 抱歉 十九個人 有十六個人 是看到有一個金屬的物體 是一路跟著巴士一路去 最初是在巴士的左手邊 有兩三個隊員見到 他們見到 但是他們不敢認 第一 大家初初還沒認識大家 第二 也看到 是嗎?是嗎? 因為看到很遠 有一顆東西 一直跟著 有人拍了照 然後呢 然後呢 到了中間 他們去廁所的位置 隔離時間的位置 那些人下車 然後才講起這件事 就是原來坐左手邊的人 是 全部都見到的 大部分 大部分都見到 因為巴士很大 所以分開了兩面床 左手邊有幾個人見到 有一顆東西 一直跟著巴士 零空 零空 零空的 沒有可能有東西吊著 因為 上班什麼都沒有 你知道美國的那個天空 然後上車走 那些人已經在那邊罵 右手邊的人 為何只是在左手邊見到 右手邊見不到 誰知道 右手邊的人 後來都見到 有一顆東西跟著他們 他們是拍了照 是有人拍了照 那張照片 我自己都可以 因為我都分享了出來 所以大家都可以 這樣吧 卓飛其實在整個旅程中 拍了很多片 或者很多照片 部份不可以公開 部份可以公開 那就麻煩你 可以公開的部份 就給我們一條連結 沒有問題 放在網上 絕對沒有問題 那一刻 一下車的人已經 瘋了線 已經說 我之前看到這個 晚上 但他們還沒見 所以他們是第一次去完 Area 51 然後第二天去 就看到一些神秘的東西 就看到有一顆東西 是銀色的 我看過這張照片 是一個好像 扁 它又不是很扁 但是一個 這樣的橢圓形的東西 然後這裡你看到 是有一個黑影的 然後這裡是反光的 反光的天 是有一顆這樣的東西 然後很遠 有兩顆白色的東西 是跟著它 沿途全的旅程中 一路由Vegas 開車去Sedona 這段過程中 他們一路都看到這顆東西 是跟著他們的 以你的想法 這些可能是 在那個區域的 政府的監視器 可能 他們說的 就不像是人為的東西 不像是人為的 因為那顆東西 是停下來不動的 它又不是在飛 它又不是什麼 但是它總之 你去到哪裡 就會看到它跟著 然後去到有些位置 它不見 就是它不是經常都 停下來 讓你看到的 它會突然有些位置 不見了 然後幾分鐘之後又出現 但是它不見了的過程 就是好像 它又不是飛走了 它是突然淡淡淡淡淡 然後就沒有了 電影裡面那個Fade Out Fade In Fade Out Fade In Fade Out 所以他們有人拍照 有些人不斷舉機拍照 有些人就不認識 所以他們又要對焦點 那些人就拍不到 另外有些隊員 整個車有十九個人 有兩個三個人是看不到的 其他的全部都看得到的 因為坐的位置問題 不是 他們解釋 有些人 阿紀圖可能知道 有些人他們解釋 看不到的原因 是很有可能 因為他們 接收不到 接收不到 或者他們不懂得看 因為那顆東西 其實嚴格來說 那顆東西都很小 如果你當作看電影 我看到一個飛碟 你看到有一隻 這麼大隻的 跟著你 那就沒有可能 我想全世界都看到 跟著你 今天就不在這裏 這樣說法 那個就去了教授 是的 好 接著去哪裏 接著去聖多娜 聖多娜 聖多娜就是去那個酒店 其實上去的Vortex 沒有東西可以走山 我說有個記憶 忘記了 因為去到 其實Annelle的兒子 Jake 很活躍 他一去到爬 行山的位置 他已經跑上山 爬上山 你看著他 小心一二七小時 他上山後 他就叫卓飛上來 那一刻 其實那個位置就是 我又很想上 很想爬上去 但你知道那些隊員 他說 不行的 你這樣的身形 不要去啦 你遲幾年才去 那你就更加要上去 接著有些人就勸我 真心勸你 你不能上去 其實我的心就是 為什麼他能上去 我上不了 我就很想上去 於是我真的 把相機交給隊員 我真的爬上去 爬上去 我走了一段路 再去到一個位置 就整隊員一起爬山 就爬上去 但是我告訴你 我爬完這個山之後 我第一段路爬那個山 那個記憶 我是沒有了 我是沒有了那個記憶 我甚至看一些相片 奇怪 為什麼有些相片 有些人拍我爬 為什麼有些相片 我爬這個位置 但是後面沒有人跟著的呢 是什麼時候開始沒有這個記憶 其實 去到Satona 第二天我們去爬山 其實這個位置就是 這裡有一座山 跟著一座山 這裡中間有一條路 其實我是要這裡爬上去 跟著走這裡 來到這個位置 再一起爬上去 這樣 那我這一段 和這一段 我是沒有了記憶的 我只是一路都 一路我都只是以為 我一路跟著 一班人來到這裡 跟著爬這個位 其實這裡有個位 和這條路 我是完全沒有了記憶的 直到後來很久 我回來香港 那些隊員跟我說 我才想起我 是沒有了這個記憶 而且你看照片 我看照片 就看到有這個經驗 因為這裡爬 是很多人一起爬的 沒有理由只有我一路爬 就沒有了後面那班人 所以我看照片很奇怪 但是原來這一個位置 就是我自己一個爬 就是我完全沒有了這個記憶 之後要靠看照片 靠隊員告訴我 我才能記得有這個記憶 那去到那個酒店 Enchantment Resort 我要形容給你聽 他們不是穿黑色衣服 但是他們個個都是戴著黑照的 我還沒見過有一個職員的眼睛 全部都是戴黑照的 全部的職員 男女也是 男女也是 你去到酒店 你去過酒店 差很遠 他們的黑照 其實是那些 很… 包住了 ray band 不是ray band 直接是那些 好像那些 沙漠區 沙漠區 他們多數會用那種眼鏡 雷射眼 雷射眼 但是他們的重點是什麼呢 全部都是戴上耳機的 那隻耳機 還要是那些特工的 透明 翹翹翹翹翹翹那些 但是我從來沒有見過 他們和Walky在那裡聊天 從來沒有 而且最有趣的是什麼呢 那些人 譬如我們在酒店裡的地方吃東西 那些人 全部站在後面的 是室內戴著黑照 但是手這樣擺在後面 抹開腳 而每一個人呢 那個手瓜 都好像我大腿那麼粗 全部都是軍人 你看到他們很誠懇的 他們對你每個人說話都是 Good morning 或者Hi how you doing 但是每一個人 你看到他們 都是一個形式出來的 一個打十個的 我自己呢 就因為他們說會很冷 那我老婆就折折折折了 很大傷害理 我要兩隻手拿的 你想想我都要兩隻手拿的 他可以一隻手拿一個 一隻手拿一個 一隻手拿一個 還要撐起來走 你看到一群人 你看到他們的言行 你看到他們的反應 你看到他們的說話 全部都是軍人 真的很像是軍人 可能是前軍人 我不覺得是前軍人 因為他們的樣子都是軍人的樣子 我有相片 我有視頻 可以給大家看的 但是那個項目是 有隊員發現了一件事 就是每次我們一舉相機 他們是避開的 他們是很聰明避開的 我要偷拍他們 他們是折一折頭 他們是感覺到 知道我要準備拍他們的 那你在盡管 那個衣著不是MIB 但你以為實質上 這班不是MIB 因為他們在說這個地方 底下 全民說 有一班 研究UFO 外國的人說 這個酒店下面其實是一個秘密基地 而這個秘密基地是 美國政府 秘密政府 和那班叫做Reptilians 那些蜥蜴人 是在下面工作的 所以他們就說 上高這班人都是很秘密的 這樣我們還有一件有趣的 就是 Nell是傻傻的 他吃了一早餐 他吃了一早餐 我不知道 我告訴你 他吃了一早餐 然後就進入了一個所謂的待客 進來 就是一些軍人的感覺 但是他是年輕人 他問他 他說 這裡的傳聞 下面是一個地底基地 是不是呢 你知道那個年輕人怎麼回答嗎 是的 那個年輕人回答 他說 我現在不能回答你 他的英文就是 I cannot answer you right now I need to get a higher clearance from my captain 哇 他回答了這句話 然後就走過去 然後就燈大了 然後我就問 做甚麼 他就是這樣回答 要問高層 你這個是一個角度 我就是另類角度 其實我還有興趣知道是甚麼 還有一件事 我要告訴你 因為整個旅程完了之後 其實我們有幾個隊員 太喜歡這個地方了 這是一個主題酒店 這個地方其實有幾個隊員 是很New Age的那些 所以他們回去這個地方 就是我們已經完了 他們再多留幾天 就回去這個地方住 其中有個隊員 就真的問 又問另一個職員 職員就說 我們這裡有很多傳聞 我可以肯定地回答你的 只是一件事 就是我們有個地底的Tunnel 是直接從這裡 回去Las Vegas 地底Tunnel 這個是他確認的答案 那你怎麼可以 有一條路地底 直接去Las Vegas 你不要說得不奇怪 這個我反而覺得是 在常識很久 我不是一定有 而是說 在美國有地下的Tunnel 是絕對不奇怪的 香港也有 可能它的作用 是湖佛水壩 用來的通水道的其中 種了之後的 留下那條路 是很多的 最重要的一件事 這間酒店每一買 要多少錢才能住呢 這間酒店很貴 也說了幾千港幣 為什麼你們都會去住呢 因為我們就是想去看 給人家教士的感覺 因為有其他附近的酒店 就是貼錢買爛售 我說過幾千港幣 就是養這班人 難道我覺得就是 其實有其他酒店是便宜一點 還有大很多 房間大一點 但是我們都要住進去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真的有女隊員 有兩個女隊員 是分享一間房間 他們出去了的時候 是有人進去找他們的行李 可能是變態佬 想去偷一些女性用品 找他們的行李是職員來的 還有我的電腦是被人搜尋過的 你怎麼證明 這個挺大的指控 很難去 他們兩位隊員親自說 因為他們一進去就看到那個職員出來 但那個不是執訪的職員 那是什麼職員 那個是一個女人 但是那個女人 又是戴黑妝那些東西 那個女人 那個女人 那是看大隻的女人 哇 穿到黑色套裝出來 你正常的 加上黑絲 她不是穿套裝的 她們很奇怪 她們穿衣服 然後穿短褲 但那時候是四度 記住 全部人都穿短褲 她是什麼身份 這些衣服很缺乏 那些就是 她那間是一間resort 還有一個有趣 就是 他們中間有些位置 回去 然後去找個Lobby 有些部分職員 是不知道什麼叫Lobby Lobby 接著有一個人 要形容給我聽 Lobby就是 我們要來做check-in 你把房間 鑰匙的地方 那個叫Lobby 接著那個職員就說 在那裡 那些人是不知道什麼叫Lobby 不知道什麼叫check-in 不知道什麼叫check-in 還有一個項目 就是我那部電腦 我是關掉電腦 是 我是 回到那部電腦開了 剛才你說你 電腦原本是關掉的 突然間你離開酒店之前 又真的 樣子都很像 很像什麼 台長 他這些照片拍得很漂亮 但我是沒有見過 還有一個項目 是 我有一個時間 我在酒店那裡走來走去 因為酒店太大 大到他要駕駛的哥爾夫球車 才能去到 沒有那麼漂亮 這間是最貴的那間房 總統套房 是的 這間總統套房 還有暖爐 我那間房也沒有那麼漂亮 但是那個項目是什麼呢 那個哥爾夫球車的人 是不斷跟著我的 OK 他問了我兩次 需不需要去哪裡 我說我不需要 我想走一會 我發覺 他在那裡走去之後 洗過了我之後 又再回來 繞圈 回來 呼應你這件事 有點像 我第一次去日本富士山的情況 好像我也分享過 晚上 我和我的朋友 那時候都是接近零度 那時候我們不認識 12月 兩個人在酒店外面 沿著路走 我們已經將一件外套 反過來穿 變了螢光式 有一隻狗 他是全程跟著我們 然後我們很奇怪 為什麼那隻狗跟著我們 外星狗 不是 是酒店的狗 後來知道 怕你自殺 然後我們回去 第二天 那次我們跟團過去 他問 有狗全程跟著我們 然後那些人就問回日本那邊 他說 他用了英文回答我們 He is your bodyguard 看著你們兩個 可能我不知道他背後後 他怕你做什麼 可能舉例我們 如果行差答錯 那隻狗會廢 可能這個個案 就是駕駛哥爾夫球車的那個人 就是地保底格 怕你人生路不熟 對 或者反過來做一些不應該做的事情 我想解釋多一件事 就是這間酒店 是會有那些 譬如切尼的女兒 Chini Chini的女兒 因為我第一次去 我們隊員第一次去 但是有些 他們去過一次 他們去過一次 又是問他們 又是問他們 問他們 全民地底有個基地 是不是呢 接著那個人回答了一句 我不能回答你 接著他笑著說 I can eat that 什麼 他說的一句 什麼 and deny 但是那些是軍事用語 你明白嗎 他還笑著這樣說 其實我覺得某程度上 甚至他就說 我要獲得一個 higher clearance for my captain higher clearance 即是那些軍事用語 你酒店職員 不會說這些 其實成為基地 而且我們還要找到 有些叫blow hole 因為在那個地方 附近的那個山 因為我講過 他酒店是沿著那個山起的 其實那個山 你會找到地上有一個洞 那個洞 就是一個山洞 一個山 地上有一個洞 那個洞很小 但是那個洞是不斷 那些洞的冷氣出來 而且那些冷氣 那麼肯定是俠的 是聽到有機器聲 那些冷氣是聞到一陣 那些叫什麼 一些霉了的味 沼氣 它又不是沼氣 總之有些味 很酸酸酥酥酥的味 類似這樣 總之那些氣 不是好像自然的風一樣 吹吹吹吹吹吹 那些氣好像開了冷氣機 不斷噴出來 其實如果用一個推論 根本你住這間酒店 假設是軍部旗下的一個產業 你可以是這麼說 退休軍人過去那裡做這個工作 甚至他在酒店那間 souvenir shop 這些是重要的 賣東西的女人 都是很怪的 你不像是普通酒店 因為Sedona不是只有一間酒店 Sedona有其他酒店 其他人去其他酒店 是很正常的 那些酒店 像是欣勤款待的 不是欣勤 是很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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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是欣勤到一個位置 你覺得不像是 一間resort的酒店 還有那些人的樣子 你吃早餐的時候 站在旁邊的人 你感覺到好像 站在監獄裡面吃早餐 因為那些人是 每個人都這樣站著 挺空修覆 大姿勢 你半島酒店都不會有職員 挺空修覆地站著 是一排的 台長下次你去 你就跟他過一個招 可能他的詠春也認識 詠春是解決不了 卓輝遇到的問題 不過我持有方法 我聽你說之後 我想跟幾圖和何姑一起去 好 試一下 我們去 然後我request Hot Pot? Hot Pot Peace? 我不會跟你去的 既然他這麼恩求的份代 我問他 我問那個虎背紅腰的人說 麻煩 我要吃火鍋 其實這個地方 在Satonna 我們還去了做兩件事 一件事叫做C5 還有一件事叫做C5 然後做完C5之後 C5是甚麼呢 類似Meditation 其實不可以嚴格 不可以叫做Meditation 是 因為大家想著叫他快點下來 但是做完之後 大家就找他的夜視鏡去看UFO 那我可以告訴你 就是大家沒有想過看到的東西 是真的在那個所謂我們叫做Sky Watch 其實是C5之後就是Sky Watch 其實是肉眼都看到那些是在天上飛 全部都是好像這些 不過他沒有試過繞 但是他也是這樣 或者繞一個大 已經有一個圖案 就好像你說 在石頭上面記錄那條線 接近你的觀察所得 是很明顯的 但是有些很誇張的就是 因為他的鏡頭很歪 他就看到有些人在下面飛過 同時間上有另一顆飛過 其實我有影片 這個影片可以分享給大家看 當然了 五黑區就有一點過氣了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第五類接觸 還有剛才你第一節提過 Fy in the sky 起碼今次也有些資料到 那些就留下第四節了 好 好